卫福部皮农医院赤资三亿元 新建的高龄医学大楼 预计108年完工启用 作为长期照顾或理智家使用 今天上午皮农县长潘孟安 应邀出席工程上粮典礼 他强调高龄医学大楼筹建 将成为皮农医疗服务 及长期照顾推动的基地与领航者 期待新大楼启用 共同建构安全高品质的服务医疗网络 皮农部立医院的一个医疗大楼 今天的上粮 那也代表了我们在屏东 整体长造产业 或者整体长造长期照顾 未来已经迈向一个新的旅程碑 期待这栋大楼能够变成是 我们一开始点亮 也长期照顾我们屏东长者的 一个重要的一个引线 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灯火 那我们也更希望 更多医疗院所机构 大家一起投入 为我们建构一个长期照顾的安全网络 屏东医院院院长王森任表示 高龄医学大楼规划为地上六层楼 地下一层楼 可以容纳获里之家150床 和60位日间照顾老人 旧的附建大楼将全面诊秀为急性病床 以提供更多的病床服务屏东乡亲 这个大楼新建对我们屏东医院来讲 是一个很重要的里程碑 一方面我们可以让整个政府的长朝二顶零能够配合 然后更全面的实施 另外一个空出来的空间 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急性病床 就是扩床的一个空间 目前是这样子 那整个的进度事实上已经超过零半 而且都比我们预计的计划都有超前 王森任表示 第一期工程预计108年3月完工 第二期工程着重内部装修及设备 预计明年底完工 高龄医学大楼启用后 将是屏东地区最新颖的长照大楼 提供更多的医疗资源服务屏东县民 落实在地医疗和在地老化的理念 屏东新闻张伦杨正义采访报道